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理想的体重 也就是保持身体健康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但是我们如何靠吃就能够顺利的减重呢 而体重减重之后呢 其实维持是最困难的 今天在节目当中 很高兴的为您邀请到了 台湾大学检任秘书兼教务处注册主任洪太雄 洪主任来到现场教教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 只要好吃就能够顺利的减重了 欢迎我们的洪主任你好 主任好 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这个主任当然之前上过我们的节目 在节目当中呢 你也提出来了你的一个理念 就是35921 我们先来跟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来复习一下 什么是35921好不好 那35921都有 背后都有一个关键字 那三就是三餐都要吃 最重要就是要蛋白质先吃 再吃蔬菜 再吃水果 或是米饭 那为什么要先吃蛋白质 我觉得可能要 我再讲更清楚一点 我想任何食物吃进去都会让血糖升高 而且它升高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维持我们身体的酸减值要平衡 7.3到7.5 所以我们胰脏一定分泌胰岛素去工作 那怎么让胰岛素不要快速分泌 最重要的食物就是蛋白质的食物 所以为什么蛋白质先吃的理论在这里 所以说蛋白质对于比如说我们就是讲的 生糖指数来讲 它比较低的 它是比较低的 比较低的 对 然后有饱足感 然后因为有饱足感的话 它消化时间比较长 所以蛋白质先吃是我 这三五九一很重要的一个理论的基础 如果说我们一般的朋友 是吃蛋奶素的朋友们的话 蛋奶素的朋友 就可以先吃蛋 蛋 豆腐 就豆类的这些部分 杏鲍菇 坚果 很多啦 是 都可以吃 是 这就是三 三 那五的话 很多人失败都是五没有做到 是 那没有做到的原因 大概除了贪吃之外 可能会肚子饿 那肚子饿大概就是说 它吃的食物没有一定的量 还有没有筋痕 那所以他可能先吃 吃的是蔬菜 或水果吃了很多 但是这两种食物 他消耗时间 大概到两个小时 在胃里面就清空了 所以他肚子饿了 人就会有那种 那个禁熟中枢 就是告诉你要吃东西 那因为不是正餐的时候 所以他一定会去吃零食 所以五就是说 餐跟餐 就正餐中间 是要隔五个小时 所以是五来代替 但是零食不是说 在减重个人不能吃 我是建议就是说 零食可以在餐的时候吃 吃正餐的时候 吃正餐他就不叫零食了 那没关系我们在 在蛋白质蔬菜 在米饭之后 再吃零食再吃水果 那我个人是把水果当作 我的正餐的最终的食物 好 这是三 五 再来就是九 那九是说 九点已经要吃完晚餐 那为什么九点要吃完晚餐 最主要是晚上几乎是 不周围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的热量消耗最少的时候 也就是胰岛素几乎不分泌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其实减重最好的效果 那早一点睡 减重效果会更好 所以最重要就是 我们不要在太晚吃的时候让血量升高 胰岛素要去工作 这是所谓的九 那二就是两千cc的水 那两千cc很多人也很难做得到 很难做得到就是 到底是不是一定是两千 那我想两千是一个最基本的水的量 不管体重来讲 对 最基本 但是如果你有 因为水的多少是应该看你的身高 年龄 体重 还有运动以后 那解决 不过两千应该是很基本的 因为我们身体需要的 不管是血液的水 或者是我们大肠要排便需要的水 或肾脏需要的水分 都必须要满足它 所以那个两千应该是很基本的 因为之前也有医生 也在我们节目中也有讲过 就是说就是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 你的体重乘以 应该是乘以四十吧 就比如说你四十公斤的话 你大概最基本的 也要一千六百cc的 那通常我们要这个 减肥的朋友 减重的朋友 应该都是有七十公斤 或八十公斤以上 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八十公斤的话 那你一天 那水量要更多 水量真的要更多 我想也不必特别去计算公式 就是我想两千应该是一个 最基本的 OK好 来最后是一 那一的话就是每餐 尤其是早餐 它是一颗苹果 那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要吃苹果 因为苹果的果胶 膳食纤维非常丰富 那我们一天一个人 至少要吃二十到二十五公克的 膳食纤维 能够帮助我们肠胃蠕动 是 那肠油纤维当然有分水溶性 跟非水溶性 总而言之就是蔬菜水果 一定要多吃 让我们的排便能够顺畅 是 那在这一颗苹果来讲 一定要早餐吃吗 中午晚餐都可以 都可以 只是我习惯 放在最后最好了 我习惯是因为一天 整天晚上的消化 我们的消化道 其实蛮干燥的 那也需要膳食纤维 先进去到我们肠胃里面 帮助我们肠胃入肠 所以早餐最好了 对 如果早餐的朋友就是 如果 现在你就是光吃一颗苹果 对 早餐 但中餐晚餐的水果不一样 不一样 那有些朋友 他们早上的时候 其实可以把它夹在 面包里面吗 不过那个 我是担心它的量不够 我们大概一天的 不管你一天可以吃多少 的热量 大概至少要吃 像这样的碗 大概要三碗半的水果 至少 对啊三碗 所以说苹果是最基本的一颗 对 一颗苹果 大概75卡 不是75卡 是60卡 60卡 一颗苹果 对 大概60卡 其实我们知道 其实有时候要维持 这个年轻啊 美丽啊 通常都讲苹果是 最好的一个选择 好 来问一下这个主任 你觉得瘦的健康啊 当然它最重要的一个 关键是什么 我想最重要的关键 还是回到精衡饮食 那知道食物消化的顺序 还有它的时间 还有它一个 消化的一些原理 你去理解它 你再来去强调减重 我想那个是很重要的关键 那我想我必须在 瘦身的关键里面 要强调一个精衡饮食 那这个精衡饮食 不是三餐的 总量的精衡饮食 是要每一餐都要精衡饮食 这个是我写第二本书 很困难 很重要提出很重要的概念 然后我想 我们必须要谈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体 不管是细胞坏质在身 还有我们的腺体的分泌 我们的骨骼血液 包括红血球等等 我们的皮肤细胞 都会再重新update 反正说两个月前的你 跟两个月后的你都不一样 那这些透过食物产生的营养 去支撑你 那为什么要均衡 最重要就是 我们如果食物不均衡的话 你譬如你钙涉及太多 你的美就流失了 你的美涉及太多 钙就流失了 或者你不吃油脂 这是属于互为因果 对 互为因果 你的那个不吃油脂 你的脂溶性维生素ADEK 就没办法吸收 甚至于像我们的 那个维生素B群 那如果没有吸收 我们的蛋白质 可能会有影响 会有影响我们带着 蛋白质的代谢 所以我从这样去说明 它的五大营养素 蛋白质 糖类 脂肪 矿物质 维生素等等 它彼此都有影响 所以我想 为什么颤颤筋痕的原因 就在这里 我想颤颤筋痕有个好处 除了我刚刚讲过 可以满足我们身体 手需的所有的 身体的能量 热量等等之外 让我们的整个身体活动 整个会非常的充满 那你就会精神就 就像我现在 就精神非常的好 你就可以支撑一天的 所付出的这样的一个 忙碌的一个时间 所以说我们要导致一个观念 这个均衡的饮食 并不是说一天只要吃到 这样子的均衡就够了 我们要更进一步 就是每一餐都要有 这样子的均衡饮食 好 我们最后花一点时间 先来这一段花点时间 讲不正确的这个减重方式 对我们身体会造成 什么样的后果 好 那大家都以为 干脆如果怕胖就不吃嘛 禁食就是有断食法 那这个蛮危险 那到时候你不吃 因为我们身体的那种 像葡萄糖 我们的血糖 如果因为我们人有个 保护的机制嘛 那我们葡萄糖大概 一正常一餐大概 一百公克 碳水化物大概 那我们都知道 一公克的碳水化物 是四大卡质量 那我们一定超过 一碗换就280卡 一定随便吃都超过 所以我们的肝脏有保存的机制 它的肝糖会储存在肝脏 或者在肌肉里面 这就像我们的植物形光合作用 你如果没有雨 没有下雨 它也会怕死 所以它也要保护 释出很低的 所谓的热量 那人一样 假如说你进食的话 你的那种葡萄糖会 存放会有限 当你的肝脏的肝糖 拿出来用 来不及了 那你再不吃东西的时候 我们会产生糖质新增作用 脑部的葡萄糖 都要拿出来用 鸡肉的葡萄糖 那就完蛋 所以那个进食 不是一个正确的减重方式 我想还是要吃食物 偶尔说饿了一汤 还无妨 因为我们肝糖 可以拿出来用 但是饿两汤都不行 饿两汤 我刚刚谈过 糖质新增作用会出来 那营养不经 虚与需要的营养素都没有 那请问你 怎么会谈到健康 是 再来就是吃甜食及零食减重法 那吃甜食及零食减重法 有人这种减重法 有 那他是吃得很低量的甜食或零食 但是我想不管甜食零食 还是不吃正餐 还是要考虑到他的食品添加物的一个危险 而且虽然这些零食 他除了葡萄糖之外 他没有其他营养素 除了热量以外 没有其他营养素 维生素 矿物足 蛋白都没有 那怎么可以 这是很不正常的一个减重的方式 是 再来是单一食物饮食法 那单一食物就很重要 像苹果一日减肥化 有没有 对啊 就是全部都一个吃 吃这些 是碳水化物 那我想我们的五大营养素 只有碳水化物嘛 你的糖类的热量之外 你的其他蛋白质因就不够 所以我想营养没有精肯 是 这就变成极度偏食了嘛 来 最后一个是极低脂的饮食法 我们都知道脂肪 大家都很怕脂肪 对啊 因为讲说脂肪就会长脂肪 对 那没有这个道理 因为我们大概像我一天大概2500卡 我大概需要的脂肪的热量 大概要400到500 也要这么多 对 那脂肪 我们都知道脂肪是由碳筋氧构成的 那一个不吃脂肪的人 那必然他的脸色会参白 会没有观折 没有观折 而且我们知道脂肪 它在成为脂肪酸甘油的时候 它要发很长的时间 其实吃油脂可以帮助肠胃蠕动 它也有饱足感 所以不能因为要减重不吃脂肪 那当然也不能过 因为一公克脂肪 确实是太多 那脂肪脂的这种减重方式 事实上也不是很正确 因为其他营养素还是 有些还是必须要靠脂肪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般那个只吃烫青菜 只吃水果 也一点油脂都不补充的话 实在也是不行的 如果要的话也是 还是要补充一些 比如说亚麻仁子油 亚麻仁子 苦茶油 苦茶油 这些来凉拌一下 橄榄油等等 那个是不饱和脂肪酸 所以谈到这里 我就要提到说 脂肪很重要 必须脂肪酸 我们都脂肪有两种 一种就是饱和脂肪 不饱和脂肪 那我建议观众要去理解 就是说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你吃了太多 所谓的粉食的这些东西 你的血液会 党固醇会连稠 那你怎么避免 党固醇连稠 最重要就是 要多吃一些 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 譬如说 各种豆类 然后豆类的那个 在我们的营养学里面 所谓的生物价 生物价就是 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 被人体吸收的比例有多少 黄豆 豆类这些东西 在我们的主物蛋白质 最高的 所以你可以吃无糖豆浆 灰金改造的豆腐 还有像杏鲍菇 菇菌类的 还有吃像各种坚果 杏仁妖果 核桃这些 它都很好的 不饱和脂肪酸 所以说其实要健康 也必须要了解 这些脂肪 对我们身体的好处是什么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不过在这边先跟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讲一下 观众朋友会觉得 这个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个洪主任 这个本身是 当然是台湾大学的这个注册组的主任 那跟这个减肥有什么关系呢 然后但是问题在访问他的同时呢 又觉得说得非常有道理 然后在学理的部分也非常的厉害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洪主任呢 自己也有这个 真正的这个减肥的这个经验 我们也看到他又写了另外这本书 这本书我们就看到这个几个减肥的这个过程 当初是减肥前 减肥前这时候你几公斤 84 84公斤 然后其实你花了其实短短的时间 四个月 只有四个月的时间 在2011年的时候 就已经减肥成功了 减到67公斤 那现在到65 64 是 就是你一直在维持这样子的体重 而还在持续慢慢慢慢的 瘦下来当中 其实这个部分就是最困难的 我们就在讲说 在减重的时候 最困难就是 维持 维持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因为减其实还蛮方便 怎么去知道你一天可以吃多少热量 就是因为读书要有方法 你减重也要知道你一天可以吃多少 不然你吃的多 你本来可以吃很多 那你吃很少就一直瘦下去 那你本来不应该吃那么多 你又吃了很多 那所以你不知道你一天可以吃多少热量 但是问题是最痛苦的就是 我们常常会讲 这个有多少大卡 那个一公克有多少大卡 问题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出来外面 我不可能随时带着两杯两表 所以我今天就带了一些敏器 就来告诉我们的观众 透过我们的敏器就可以去测量 是 好 那现在先来教我们一下好不好 先教 先教可以啊 那这个我想这个杯子 240cc 240cc 它最主要是测量我们的那个 喝水 牛奶的 牛奶 牛奶啊 我们的一杯牛奶 差不多120卡 那一杯无糖豆浆就50卡 就很清楚了 是 反正你就是用两杯 就是这种纸杯嘛 你只要是260到240cc的都可以去测 是 这其实几卡几卡就在您的书中 这书上都有 我们蔬菜的热量 一个没有油炒的蔬菜 大概一碗就是50卡 那八分满的水果 大概只60卡 就让蔬菜水果透过它 你看我们三大营养素 我们的那个淀粉 就是我们的那个糖类的热量 还有那个蔬菜的热量 都可以散得出来 还有水果这样 全部都可以 所有碳水化物都可以 都可以透过它来测 那这个是30cc的那个条根 那这个我刚刚 这属于比较大一点的 我刚刚提到说坚果 一条根坚果45卡 然后里面又有1.5公克的蛋白质 所以一与两吃 吃了坚果又可以满足 我们营养素里面的蛋白质 也满足了油脂的热量 是 这个是坚果 而且更香 更香 又有饱足感 又有饱足感 然后还有油脂 这一条根就135卡 我们把它分三等份 是 一等份到45 三等份就135 另外一个就是 像这个手掌 用手掌也可以来测量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手掌 那我们的手掌 当然有分那个 这个三两手掌 四两跟五两 像我的手掌是五两 五两 每个 五个部份 这是用什么来看看你的 就是 你看这个 一两 两两三两四两五两 那刚刚我讲的那一颗蛋 大概在这里 75卡 这是我们的那个 用手掌去测量 那怎么去就是把你输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手掌 是到底是在哪一个 要怎么量 我的书有特别把不同大小 像这个 这个五两手掌是长190公分 宽是10.8 这是五两的 那如果四两是17.5长 那宽是10 10公分 那三两是长160 16C 然后宽19 你就去在我的书上去 就知道你几两 所以你去想一想 我们大概 几乎 所有的食物 都可以透过一二三四 去测量你的热量 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这个垂手可得的一些 这些器皿 就可以来测试 所以像我们等一下就 特别去 去那个看一下 我们的 知道多少热量 怎么去测量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有真正的一个图表 很清楚 像这样的一颗蛋 一颗蛋75卡 那很多人问我说 蛋不要多吃 我还是要强调 蛋在我们的营养学里面 其实在氨基酸 它是最优质的蛋白质 但是是水煮蛋 水煮蛋 不是荷包蛋 不是荷包蛋 那这颗蛋 它大概 如果好的蛋 大概有十几公克 那都会吸收到 百分之八十到九 八十几到九十 所以一颗蛋就满足了 我一天 大概以我的体重 六十五公斤 六十五公克蛋白 我已经吃掉 十二公克的蛋白质 所以你蛋的力量 有多大 所以一天 就是其实 还是要维持到一颗 如果就是说 大家怕 不是 我说 你的三三都要有 蛋白质的食物 但是我是说 你如果一颗 早上吃一颗蛋 就可以 你的蛋白质 不要吃其他东西 那就是蛋白质 那当然如果你有 胆固醇偏高 它比较高 那就不是我的事 那要去看医生 去看 但是你体重 降低了以后 其实有时候 胆固醇也是会低的 没有错 那像我特别炒的 这就是我炒的 三碗蔬菜 就一碗都五十卡 一碗五十卡 你是用炒的 不是用 水炒 用水炒 但是你还是 我刚刚强调 还是要一些油脂 你可以用感染油 或是苦茶油 茶油等等 去炒它 但是你就用这种条根 比如说三分之一条根 这样就够了 你大概知道 我一天吃多少油的热量 可以透过它 所以说就先 那水炒是什么 先放水 再放蔬菜 水炒就是 水先下锅 下锅之后 它会会 会疼 会人之后就用蒜头 蒜头我就用刀背 把它敛碎了之后下去 一般如果吃素的人 就可以加一些姜 或加别的东西 然后当我 当我看到 闻到蒜头香的时候 我把洗好的蔬菜 就放进去 但是我不盖盖子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可能有荣耀的残留 你加盖子 它还是会跑到 那我就让它灰化掉 是可以灰化的 把它炒 炒完之后 大概判断少的时候 我再把它 我是不用精致盐 我都盐一盐 盐石的盐一盐 然后炒一炒 这是一万五十卡的蔬菜 在这里 就不加油了 我大概会酌加一些 因为我现在是渴 因为我现在是 维持原来的其中 如果正在减重的这个过程当中 那尽量就 尽量不要 就不要加油 对 因为快速减重 它有必需之二 就是说油脂要几乎少碰 那这个跟水煮的有什么不一样 跟水煮的蔬菜有什么不一样 水煮因为第一个 它的营养素会破坏掉 用水炒的就不会 水炒因为我一直在炒它 一直在动它是不是 在动它 然后 温度就不会那么高 对 就等于算低温热炒的意思 也是算低温 就是要在一百度 才不会破坏 对 那这一个是五穀饭 我一直强调 我们的糖类 当糖 酸糖里面的果糖 蔗糖 乳糖 很容易变成嘴盘吞鸡 所以尽量去吃这些 糙米 五穀米 十穀米 这个生肠指数很低 那不管怎么样 我们重要是 它的生肠指数低 不会让胰岛素去分泌 所以这个一碗就两百八十卡 所以除了精致米之外 还有一个生肠指数最高的 就是糯米 所以说朋友们在吃这个 要选择 粽子的时候 真的要非常小心了 好嘞 然后这个是像这个羊桃 我把它切完之后 放在这个晚上八分满 八分满 就六十卡 那这个是我的早 这个是我的那个早餐的示范 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午餐 午餐的示范 好 那这个是豆腐 好 那这很好 我们就可以来选择了 吃素的朋友 吃素的一定要吃豆腐 豆腐 那这个有看几粮 粮粮 一百五十卡 是 这蔬菜 水炒的 水炒的 OK 那这个是地瓜 地瓜饭 其实煮在一起非常好吃 这是火龙果 是 火龙果是很好的一个水果 是 那火龙果又有两种 一个红色 红的一个 对 跟白色 红色跟白 那我曾经测验过 火龙果的 它排出的时间 结果早上吃真的晚上就排出红色 你可以想象食物消化时间是按照你的生理时钟 它不会不一样 那晚餐 好 晚餐一样 晚餐这边像有杏鲍菇 杏鲍菇我刚才讲过是有很好的不保护脂肪酸 非常好的食物 这是水梨 就是让毒者很清楚 透过食器的米去知道它的热量 当中我们不必去斤斤计较 我们在那个范围之内去吃就好 不要说几卡就几卡 没有那么一加一等一二 差不多 让自己的身体去感觉上 你有慢慢的在这个 体重降低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这些东西就是对的 OK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我回来继续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好 我们减重有很多人 都有失败的经验 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的减肥会失败 我们这边请洪主任来告诉我们好不好 避免减重失败的认知 好 我想有几个 我们要特别去强调的 就是 节食不是万灵丹 我们讲节食最后会很惨 是 因为你可能会有厌食症 甚至于你会节食 节食受不了就越吃越多 会有溜溜球 是 所以我想 一定要去理解整个食物的热量 比如说我们碳水化一公克四大卡 油脂一公克九大卡 一公克酒精七大卡 还有我们的蛋白质一公克四大卡 要有这样子你就不必刻意去节食 是 你就知道说我一天到底吃了多少热量 那我等一下会特别说明 怎么去计算自己的热量 那第二个就是热量摄取不能低于基础代谢力 很重要大家都想说 那我就吃少一点 一个人出生最基本都有一个基础代谢力 那什么叫基础代谢力就是 你躺着你要呼吸你腺体分泌 还有身上所有活动机能在转动的时候 都必须要有一个消耗热量 那个叫基础代谢力 反正就是活着的时候 活着的时候 我们的基础会有呼吸的时候 会呼吸的时候的这个基础代谢力 你不运动的时候 就是那个最基本 躺在床上准备要睡觉那个时候 就是所谓的基础代谢力 那这个基础代谢力大概 在女生大概一千一到一千二 男生一千一到一千二 男生大概一千四到一千五左右 那要怎么算呢 那等一下会特别再看有一个公式 可以去计算 我们可以在这边就是 先可以跟观众讲一下 我们从这边就开始 就是教我们如何就是 知道我们的基础代谢力 到底要怎么算 然后还有热量的这个部分 那最简单就大概就是 你的体重乘以二十四 像我六十公斤的话 假设我六十 我现在六十乘以二十 这是我的基础代谢力 那女生乘了之后 它乘零点九 女生比较低一点 这是最基本的简单的公式 女生跟男生不一样 对 另外大家还有一个 所以说那乘以什么 乘以二十四 六十乘以二十四 是 所以好来我们来 这个朋友们来 这边有 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进一下好不好 这个体重乘以二十四男生 那女生是 乘以零点九 二十四 然后这个是Hb的计算 这个比较准 就是男生是十三点七 乘以体重 加五点零 乘以身高 减六点八乘以年 又加六十六 这个 这个是比较 准确的 精准的基础代谢率 这是简单的计算 这个是比较复杂一点 对 比较复杂 女生是九点六 乘以体重加一点七 乘以身高 减四点七 乘以年龄加六五 那当然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要这样算 这是学术上的东西 就像九九成华表一样的东西 OK 那这样计算 事实上就知道 我们大概有多少 就是基础代谢率 是多少了 是 所以说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的基础代谢率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看看 我们的热量摄取 就透过刚刚的方式 去知道什么摄取 所以说我们常常是 因为我们不知道 自己的基础代谢率是多少 所以我们的热量摄取 通常都是过量了 像如果你来讲 你的基础代谢率 我现在基础代谢是 一千五百多卡 两千五百多卡 两千五百多卡 你才两千五百多卡 那很多啦 很多了吗 很多啦 我基础代谢一千五百多啦 但所以我要再特别强调 刚讲基础代谢是 是占我们人体总消耗的热量 是六十五%到七十五% 但是这边有一个叫 身体活动的热量 是 你有没有运动 像我每天运动 我还可以乘零点七二五的 就是以这个 一千五百卡 再乘以零点七二五 是 这个是活动手细的热量 那我们的输入在组结过程中 消耗的热量百分之十 那这三个加起来 就是你一天可以吃的热量 那如果你在减重的过程中 你不能低于这个 比如说你是 那个 一千一百卡 你不能低于一千一百卡 因为你如果低于这种 你的基础代谢会更下降 是 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知道了 我们的基础代谢率 再加上活动所需的 所需要的热量 这就取决于你的活动到底是什么了 一天动不动 都不动 你才乘以零 你就不能增加这个部分 你就不能多吃这个部分 但是这个部分很重要 但是你动的话就可以多吃 这部分不是指出 为了要消耗热量 因为我提到的 我们的挡固醇 有好挡固醇跟坏挡固醇 那好像挡固醇就像我们的 血管的轻道负一样 那你的好挡固醇 也要透过运动才会增加 是 还有你的肌肉 会不会增加你的重量 也是要透过运动 所以它不但运动 可以增加你的基础代谢率 也可以增加你的那个好的挡固醇 另外还有增加你的心慧功能 肌肉成组织 所以运动加上饮食 真的是最好的健康的一种方法 所以我想这个活动手续的热量 你最起码一个礼拜三次 也不要说天天很累 不过我想如果你把它融入在生活中 你不运动好像少吃了一些东西 所以你如果每天运动其实是非常好 三四十分钟就有氧运动 那这有氧运动 我们要怎么运动 你讲说那我就散步 那我想那个叫无氧运动 我们的运动要你的220 220减掉你的年龄 乘以0.7到0.75 大概你的跳动 心跳 你说它要让你的 要有氧 就比如说像爬楼梯 它就会让你的这个心跳 要到一个程度那个才叫做运动 那运动还是要有方法 就是说你这个手 你的手掌要在你的腋下 以下因为我们腋下淋巴组织很多 其实像这样的摆动 可以增接 让女孩子的那个乳房运动 那我们运动 所以说那就是快走 对这样走 这边有摩擦快走 大家要理解 我们这样其实身体是一体的 你这样走的脚自动会往前 那最好是脚跟着地 脚跟不是脚尖着地 脚跟着地之后 眼睛抗4公里之外的 那大概依照国外的文献 大概这样的 1公里 4公里 这样的一个快速 这样走差不多4公里 可以消耗到4500卡的热量 对 而且我看那个国外的文献 大家都以为 慢跑的热量消耗比较快 结果没有 快走的消耗量比较快 对 所以我还是建议如果除了游泳之外 能够快走 其实消耗热量比慢跑还好 慢跑还有膝盖 我们受伤的问题 还有就是好好的吃食物 消化食物 其实也会消耗一些热量的 所以热量摄取不能低于基础代谢 那饮食内容不控制是越减越回的搬凶 那换句话说你不知道食物的热量 你猛吃 或者不知道食物的热量 你吃的太少 结果越减越回 那如果你吃的越少 你热量摄取太低的话 代谢率越下降 你吃蔬菜都会胖 所以进入饮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最重要还是代谢率 那不是少吃就能瘦 整个吃很重要 那大家都以为要减重就是要少吃 像我现在两千五百多卡 事实上食物的量 你去算 假如一碗换280卡 我可以吃到九碗换的热量 一天 对 你去算 280就是九碗 但我不能只有吃淀粉的热量 我必须还是要有蛋白质 脂肪还有蔬菜水果等等的热量 所以少吃不是就能瘦 当然还是要少吃 刚开始要 就是要瘦下来的那个阶段的时候 当然我们一般就一直在讲嘛 少吃就是吃八分饱嘛 那个也是长寿的这个秘诀之一嘛 八分饱其实就来自于我谈到的Lipton 就是受体素嘛 你如果慢慢阻截到 到八分饱事实上身体会传达那个信息给你 你吃饱了 那保输中输 你就不要吃了 好 那运动要到位 做得不够行同没做 也就是说两天打赢三天赛完 就是说你没有持续嘛 所以一定要持续每天 甚至一个礼拜三天去运动 那体重要天天量 才能够自我提醒 这个很重要 这很重要 那我就天天量 那我在量体重有一个很重大的发现 就是说我每次运动前都要量体重 我曾经量过 我初期运动是65公斤 运动回来一量体重64.8 那我就在想 0.2公斤到底怎么可能 7700是1公斤 为什么一运动回来 就可以消耗1000多卡 不可能 因为我刚刚讲过 我们运动一个40分钟 也只不过能够消耗400-500卡 那当然不止 你消耗它的热量 还有我们水分散化掉 因为流汗 流失 这些是我们讲的 所以总而言之 运动绝对可以消耗一点的热量 是 好 这就是我们避免减重失败的这个认知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继续 欢迎回到乐活在人间 不过这个听了洪主任讲了之后 我觉得这个减肥 其实最主要是靠两个 当然第一个就是你的这个热量的这个摄取 千万不要过量 再来就是真的要靠你的基础代谢率 那你的基础代谢率如果好的话 当然我们在减重来讲就会 效果真的会比较好 但是为什么有些人的基础代谢率比较快 有些人的基础代谢率会变得比较慢呢 我想基础代谢我还是要强调 基础代谢率与生就有 那因为我们基础代谢会随着年龄一直下降 到50岁下降30% 到了一定的时间就会越来越难减肥 那所以你要怎么去上升他的基础代谢 就是让你的基础代谢上升 就是饮食要得已 就是要筋衡然后要运动 那假如你慢慢把你基础代谢率 那个上升之后 其实你就是变成一个容易瘦的体质 偶像就是易瘦的体质 那当然还是要 还是我要讲的先苦后干 先走过坚困那个基础代谢 那个热量那个业 所以我想很重要就是说 我自己也原来基础代谢很差 基础代谢率 因为我的睡眠体重的问题 所以我的基础代谢很差 但是我基础代谢 1500多元算蛮高的 那如何提升呢 其中就是像我们提到 像如果你要让你的脂肪燃烧速度 快一点的话 就是除了我刚游玩运动 最好去做一些增加肌肉的一些运动 比如伏地挺身 伏地挺身 做一些拉那个体就是单杠那些东西 因为那个是会增加肌肉的 因为我们其实燃烧最快的还是肌肉 肌肉你知道脂肪最快 那运动也许 譬如说你 我曾经指导过两个人 他大概也蛮快的 大概八天就瘦了四公斤 那八天四公斤 他因为他每一餐食物都会用 用iPhone传给我看 那我自己也很诧异 八天怎么可能瘦四公斤 那确实 确实他也是每天量四公斤 那四公斤 他是后来是跟我讲会头晕 那头晕之后我就跟他讲是 你应该不是头晕 应该是明确的反应 那明确的反应就代表 他的血液值已经从酸性到减性 那过了两天之后 他跟我讲就好了 那我跟他形容 这个好像那个 生锈的水管一样 除锈剂会流出来那个东西 我把他解释 就是你在血一直在这边反 所以叫他赶快去 去做抽血的检查 他的胆固层就降下去 所以食物真的是 建构你免疫力 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那所以我们要把食物 当作你的饮食 是 所以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碰到 停滞期 比如说你体重碰到停滞期 就是说你预期要减10公斤 减到7公斤的时候 你没办法一直下去 就是我刚增加肌肉训练之外 通常都会碰到停滞期 不容易还是有突破他的方法 你的那个食物的量 比如说你原来吃一碗五穀饭 你就吃半碗 再继续 再减量 但是不能减到 我刚刚讲的基础代谢力 不能低于那个部分 你一定可以再减 就像我 很多人问我说 那你可不可以再减 我当然可以再减 问题我的减量其实不好看 所以我可以维持我原来的情况 就是最just 我现在64 65最好的 所以我每天吃的量是非常的多 非常很多 早中晚餐还是应酬加的量 我想这个就是 我先走过艰困期 走到平稳期 到适应期 我现在就是适应期 所以把身体整个调整好 基础代谢力变高了以后 其实你就是一个 就是会瘦的一个体质 但是突破体重 它当然有停止期的方法 对 继续坚持下去 这个我们当然都知道了 持之以恒 是 加速新陈代谢 加速新陈代谢 就是让你的代谢力 就是我刚刚讲 让你的就是运动 更加你的肌肉的层 还有一个就是腹式呼吸法 对啊 为什么配合腹式呼吸法 像我早晚都会做腹式呼吸 就躺着之后一吸一吐 一吸一吐 然后完之后再用你的跟手掌 在我们的肚脊内外这样按压 然后还有就是 我第一本书有提到就是 那个踢 用左脚右脚这样踢 往外踢 因为这些就是在我们的脏器里面 周围 那这个有个好处就是 你可以帮助你整个肠道顺畅 那也可以很容易让我们的 节肠的仿色组织 让你赶快要上洗手间去排 排出你的残渣 所以说其实因为 一般都会碰到停滞期 如果碰到的话大家都会觉得 其实就是一定要持之以恒 再增加运动量 比如说你早上只有早上在运动 你就晚上再增加 还有就是做一些肌肉的训练 还有把食物的量减下 一定可以 不然我有停滞期 但是我怎么可能四个月十七公斤 是 对不对 但是我十一公斤 这两年来再增个几公斤 是因为我希望我的体重到六十五六十 我大概一直维持到现在 是 好 这个是刚刚讲过的 OK 那我们其实剩下最后一点点的时间 我们再请这洪主任 对于我们这种想要赶快减肥 然后想要减完肥之后又要维持体重的朋友们 给他们一点建议好不好 给他们一点在心理上面来打气的一些建议 因为不然减肥其实有很多人会觉得说 真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其实我所以我想对于要减重人 其实你要去了解那个食物消化的原理 有几个步骤特别要强调就是 第一个你要了解任何食物它消化的时间有多久 我再强调一次 水果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蔬菜是一个半到两个小时 我们的米饭淀粉大概两个半到三个小时 我们的蛋白是四到五个小时 油脂是五个小时 你去想 我这些食物怎么进入我的口中 让它能够营养精和能够减重 很重要就是你要知道你的食物的热量 那知道食物的热量透过我刚刚的米饭测量 你就可以我每天扫十一碗 换两百八十砍 你就可以计算大概多久可以减多少体重 这是我们在健康减重 你必须要了解那些营养的一些知识也好 它的一个消化的时间也好 或者它了解它的热量也好 这是很重要你必须要去理解的 是因为常常减重都是靠那种 要一鼓作气 那很多朋友就是因为碰到了问题之后 其实因为他也不了解 也没有工具书可以看 也没有人在旁边可以指导 所以常常有很多人其实就觉得 到最后就是功败垂成了 其实减重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当然为什么一直提醒大家必须要减重呢 因为减重才会有健康的身体 不管为了自己为了家人 如果还是肥胖的您呢 请您赶快来走上紧重这条路 好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洪主任来到现场 谢谢 也谢谢您的收看 乐活在人间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